大半夜在路上看到有人这身打扮,难免会心惊惊。 翻摄字脸书 记者林南谷台北报道,资深艺人曹熙平这几天关注台北桥道中校桥, 严路都始于腥臭味的异常现象,凌晨连续第三天前往关心工作人员打捞状况, 没想到竟被当成阿飘。 曹熙平凌晨一身黑,戴口罩出门,由于是逢鬼月, 他这身黑装扮难免有些恐怖,不过没做亏心事,根本不怕半夜鬼敲门。 曹熙平有些哀怨说,我又不是鬼,看到我叫什么叫,乃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。 曹熙平大多这身打扮在半夜出门运动,他要民众看到别惊慌。 翻摄字曹熙平脸书 此时起因凌晨曹熙平再度前往和低关心于腥臭味的异常现象, 恰巧碰上某位女民众看到他一身黑装惊吓不已,曹熙平哭喊, 全身黑又那么可怕吗? 不过就是走路运动而已,乃走乃的,我走我的,有关系吗? 更宝笑的是,对方越走越快,最后前翠勇跑的,根本是被曹熙平吓跑。 曹熙平重申,他虽走在女子后面,但没跟踪他,虽然鬼悦这样装扮很吓人, 不过因为要顺便运动,所以才穿着身打扮,还好一切只是虚惊一场, 大家都要平安哦。 都要平安哦。